记者黄旭磊高雄报道,高雄市公布今年抽验食品容器工厂及市面免洗餐具结果,并未验出违法容出,消保团体提醒民众人应小心。 高雄市卫生区今天15日公布106年食品容器具抽验结果,科长陈建荣表示,针对量饭店、餐具贩售商店、五金百货商店、餐饮业及五家食品容器具制造工厂,抽验152件器具及618件标示茶盒、溶出试验、高蒙酸钾消耗量、重金属、蒸发残渣、钾醇、三具氢氨含量及氢氧含量。 荧光增白剂、塑化剂等皆符合规定,近13件标示与规定不符。 陈建荣说,五家食品容器具制造工厂,其中两家查出原料未离的放置,未建立文件表单记录等缺失。 荣出试验依据食药数规定项目,至于标示不合格项目,包括耐热温毒味标示、温控磁化锅标示奈米材质不实等。 涉及外线市已请相关单位裁罚。 民众担心塑化剂融出耐热不足等问题,主管机关并未验出。 对此,台湾消保会副秘书长徐邦翰表示,民众最担心湿纸晶含二氧化硫、塑胶参盘含塑化剂一整年都没验出。 不代表业者循规到举,政府检验只要合法都乐观其成,将持续为消费者把关。 卫生局纪正张华山表示,机查结果可上卫生区网站食品卫生专区查询或店下专人07-7134000转食品卫生科。 3. 杨茜茜 5. 杨茜茜